好 下面看第三句话 他说 他进一步学论证 Though it may be possible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in terms of money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又是一个大长句子 咱们先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这个在第三行的逗号之前 整个这个黄颜色的在前面 明显是都引导一个让步状态从具 尽管 尽管这是可能的 什么是可能的 这个it明显又是让步状态从具里面的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这个写底字 就从to开始到逗号结束 动词不定是真正主语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来评估一下物质产品的价值 尽管这是可能的 什么该怎么去评估呢 里面in terms of money 明显在这又出现个方式状态 就用金钱这个方式来评估物质产品的价值 这是迁套在了真正的 动词不定式的真正主语里面 迁套在里面的一个方式状态 这个让步状态从中到这完了 然后看主句 你看主句中的这个it还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依然是后面的动词不定式 to do黄颜色的道具末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要评估一下这些服务的真正的价值 是极其困难的 什么服务呢 后面又有一个画横线的定义从具 这迁套在了动词不定式里面的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services 人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的真正价值 要评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极其困难的 好 这是这个句子 大概的语法证换分析 前面这个 尽管要评估物质商品的价格的 价值是可能的 No it may be possible 尽管是可能的 咱们做个复习吧 咱们在26号刚讲过一个 让步状怡从具中的强调句 强调某一个词 我在这强调尽管这是可能的 怎么强调这个possible 大家记得吗 把被强的词放在从具的具手 连词去掉 在被强的词后面加一个s 后面词照抄 强调形容词是这么强调吧 还记得吗 possible as may be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in terms of money 后面完全一样了 尽管这是可能的 这是26号咱们讲过 这个复习 就让步状怡从中强调某一个词 咱们再复习 再练一练 although she's beautiful I still don't like her 尽管她美丽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她 强调着形容词beautiful怎么办 beautiful放进手后面叫as beautiful as she is I still don't like her 立刻就回了 特别简单 如果忘记 回去把26个再好好看一看 好 那么去干嘛呢 是什么是可能的呢 回到剧中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来评估一下 来衡量一下 这个价值 什么价值 物质商品的价值 咱们评估 in terms of money 用金钱这个方式 注意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咱们常见的一个习语叫 in terms of something in terms of 表示以某个方式 或者是从某个角度 两个意思都有可能 你带出去哪个意思通顺 那就是哪个意思 在本文中翻译成 用金钱这个方式 来衡量这个价值是可能的 这是方式壮语 这是通顺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翻译成从某个角度 你看这句话 in terms of money we are rich but not in terms of happiness 在这怎么翻译啊 翻译成角度好一些 同样是in terms of money 但语境不同 含义就不一样了 从金钱这个角度 我们是富裕的 但并不是从这个快乐幸福 这个角度 从幸福的角度 我们拥有的幸福很少 尽管非常有钱 这是从某个角度 这个考试中的没准 两个都会考到 咱们看当年一道四级单选题 四级考试单选题 哪一种体育项目 这个开销最大呢 expense就花的钱了 注意后面 什么什么 training equipment 什么训练器材 players personal equipment and uniforms 就是运动员的个人器材 还有它的制服服装 统一的服装 就是uniform 但是咱们以前 第三课讲过 equipment表示器材不可数 大家看选哪个 只能选B是通顺的吧 从这样一个角度 哪一种体育比赛 开销最大呢 在哪个方面的开销 就是在什么训练器材 个人器材和运动服 和统一的制服 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 开销最大呢 in terms of B 选项 含义是正确的 A选项implace of implace of比较常见 就类似于大家更常见的 那个instead of instead的代替什么什么 本文中代替 不同顺的这个 C和D同时死了 为什么CD是同一词 by means of by way of 都可以表示通过某个方式 用某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本文中都不对 选B正确 从这个角度来说 开销最大 这是in terms of 再说后面的主句 回到句中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estimate 明显是跟上一行中 那个measure measure的value 那个measure 是替换 measure estimate 都衡量嘛 估算一下 这是避免重复的替换 of the services 这个服务的真正价值 什么服务 大家定义从去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这个perform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do 或者carry out 注意perform 不一定是表演 在这是做 去做 去执行 去做 相当do 或carry out 像perform an operation 不是表演手术 而是做手术 动手术 相当于do 或carry out 这个为什么 评估这个服务 就很困难呢 下面作者又马上 举了个例子 比方说吧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 yet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a high fee for offering us precisely the service 他举例子了 你比如说 有时候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有时候 就来自固定句型 there are times when 从语法分析 there are times 有站一些时候 这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然后when从句开始 意识到逗号结束 这个黄颜色的 当然是一个 可以看作这个修饰 when的一个定义从句了 是什么时刻呢 还是这样一些时刻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我们愿意干嘛呢 我们愿意给出 任何我们拥有的东西 后面这个we possess 明显是定义从句了 我们拥有的东西 相当于which we possess 修饰这个everything 目的干嘛呢 后面这个动词不定是 to do to save our lives 是牵套在 when从句中的一个目的状语 目的是 为了救我们的生命 这些时刻经过是有的 这个when是可以看作 定义从句修饰这个times 然后呢 yet 这个词表示然而 它表示然而 既是廉词 又是副词 两个词性 在这是什么词 只能看作廉词了 因为两句的中间 没有廉词就错了 连接两个句子嘛 需要一个廉词 这是廉词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然而我们却怎么样呢 不愿意付给外科医生 一笔高额的诊费 这个grudge 怎么说呢 grudge doing something 或grudge 加名词都行 然后后面那个for offering is precisely the service 这是目的状语 为什么给你钱呢 目的是以换取 你给我们提供 是完全一样的服务 什么服务 就是照应上面一句话中的 救我们的生命 外科医生救命时 我们却练习高额诊费了 这个for表示等价交换 其实这里表示目的 为了换取 为我们提供的一样的服务 我们给他掏诊费的时候 心中却心疼 不愿意花 就这个意思 好 咱们先复习吧 就是据手出现 there are times when 咱们就不用讲语法了 直接把搭配背下来了 就像那sometimes 有时候 但是它比sometimes 要证实得多 这个搭配早在 14颗贵族歹徒中 咱们就详细讲过 咱们复习几个句子 比如说 there are times even the tiger sleeps 有时候 老虎也会睡觉 老虎也会打嘴的时候 there are times when silence has allowed this voice 讲过吧 有时候 沉默是最响了的声音 是不是都可以唤识 sometimes sometimes silence has allowed this voice 效果是一样的 用这个句型 更正式一些 而且有时候如何 那么复习14颗中出现过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 大家可能还记得 there was a time when 相当于复出once 曾经 曾几何时 暗示 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当年的老黄历了 当年曾经怎么样 你看我们复习在第十四课 66页的第一行 66页第一行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owners of shops and businesses in Chicago had to pay a lot of money to gangsters in return for protection 还记得吗 曾经啊 当年芝加哥的一些商店 和公司的老板们 他们不得不给歹徒 支付大笔的钱 以换取所谓的这个 protection 所谓的保护 曾经当年是如何的情况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还有呢 我们在当时讲过的 偶尔的 在个别情况下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都是 there be 加表示时间的名词 后面加when重拒 结构类似 这个翻译成在个别情况下 为什么 那么rare表示很稀罕 很少见的情况下 就是个别情况下 instant可以表示具体的情况 在个别情况下 或者是在偶然的情况下 可以这么说 咱们先复习35课里面 咱们说过这句话 162页第七行 162页第七行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justice almost ceased to be an abstract concept 在个别情况下 或偶然地怎么样呢 正义几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是不是像那个occasionally 偶然地个别情况下 有的时候正义 像人一样 能够自动发挥它的意志 咱们可能还记得 造过这个句子 在个别情况下 偶然地怎么样呢 爱国主义 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了 不再是刚讲过 可以用cease to do 刚讲过的 空洞的口号 an empty slogan 爱国主义 patriotism 或者读中 patriotism都可以 咱们再说一说 这个句子 背一遍 在个别情况下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patriotism 不再是 cease to be 一个空洞口号 empty slogan 这个结构 咱们见过 这是表示 时间的 三个 第二遍 加 表示时间的名词 再加问从句 可以放在一块去中 就好了 这是复习 所以我们讲的快一些 如果大家忘记 把14课当时的视频 好好看一下 好 本文中说 有时候怎么样 回到集中 有时候 we would willingly willingly是乐意的 愿意的 我们会乐意的 give就给出来 给出每一件东西 we possess 我们用的每件东西 来干嘛呢 to save our lives 这个目的状语 save our lives 救我们的生命 yet 然而 我们却不愿意 支付外科医生 一笔高额的诊费 yet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high fee 这个grudge 我们讲了 词汇中说过 它后面可以加doing 没问题 we might grudge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high fee 用paying 做grudge评语 就可以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grudge也可以用 具体的东西 做评语 我们练习的是什么呢 练习的是 这笔高额的诊费 什么诊费 我们要付给 外科医生的 这笔诊费 我们练习 是不是也可以在grudge 后面用着诊费 做评语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yet we might grudge the high fee 这笔诊费 什么呢 再加定义从句 we would pay a surgeon 我们将付给 外科医生的 这笔诊费 我们非常心疼grudge 这个搭配 也是非常地道的 这个练习 咱们刚才在词汇中 讲grudge 动词是还记得吗 加doing 或者加名词 练习的这笔钱 都行 都可以 这个表达 也是正确的 也可以 而外科医生 是干嘛呢 以换取 为我们提供 其实完全一样的服务 这个 this service 咱说了 就是to save our lives 为救我们生命 这个服务 这个for呢 我们在26和刚刚讲过 for表示等价交换 你给我钱 我给你东西 或者你给我东西 我给你钱 等价交换 这个for 我们讲过 你比如she gave me 30 dollars for my bike she bought my bike for 30 dollars 还记得吗 这是等价交换 如果要是免费 是那个词 刚讲过 for nothing 如果我给你东西 但是你不给我任何东西 就免费拿走了 这就免费地 刚讲过 咱们看还记不记得 复习 126页的第七行 126页第七行 Advertisers discovered years ago that all of us love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广告商们多年前发现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喜欢 免费地得到东西 这是免费地 这个for还是表示交换的意思 我不给你东西 你给我东西 好了 那是我免费拿你的 这个意思 好 本文中呢 这个特别重要 出现了好多重念的搭配 前面有there are times when 后面还出现grudge doing something 这个结构 还有呢 我们说for 表示等价交换 for offering us 提供我们 precise地恰恰这种服务 咱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有时候我们愿意给出 我们拥有的任何东西 来救我们的生命 然而 我们却吝惜外科医生 这笔高额的诊费 而外科医生给我们提供的 恰恰是完全一样的 救命的服务 咱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one two 先一起来慢慢来一遍 有时候 there are times when 我们愿意掏出任何钱 给出任何我们拥有的东西 we would 愿意地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目的呢 to save our lives 多好 但是 yet 我们却可能不愿意付给外科医生一笔高的诊费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a high fee 来换句什么呢 for 给我们提供 offering us 就是恰恰恰恰这种服务 mandates precisely this service 好 咱们看再来一遍 快点 中间不太中断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 yet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造个句子 咱不能白复述 咱们看中文来造一个比较复杂的 有难度的句子 有时候我们愿意给 为我们服务的适者 服务生小费 并且称赞他们 付小费可以用pay tips tip叫小费的意思 那么称赞 我们为了跟前面统一 也用动词pay 那么一个pay就行了 pay compliments 给他们称赞赞许 称赞公为赞许 这个名词可以用单数 我们大声度下 complement 但这个一般用复数 为什么 称赞反正免费的 一般都多给一些 不能说我给你一个称赞 我多给一些 但是在母亲 为我们提供一模一样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去练习感谢之词 感谢就give thanks to 把感谢给母亲 母亲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一样 饭做好了端上来 我们给服务生还小费 还谢谢 真不错 母亲做的事 我们认为是天经地的 不知道感恩 我们看能不能复数一遍 有时候 咱们怎么组织员 there are times when 我们会愿意的 we would willingly pay tips and 用一个动词就好了 and compliments 干嘛呢 to the waiters 给这个服务员 什么服务员 who serve us 给我们服务的服务员 但是yet we might grudge 不愿意怎么感谢 me giving thanks to our mothers 我们的母亲 为唤解什么呢 for offering us 一样的服务 precisely this service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保证地道 而且特别自信 因为这个句子结构 句型是怎么见过 结果句子很长 但是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非常紧凑 非常非常的简洁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pay tips and compliment to the waiters who service yet we might grudge giving thanks to our mothers for offering us precisely this service 句子长不一定啰嗦 句子短不一定简洁 他写了五个字 我写四个字效果一样 他那个五个字 就是个啰嗦的句子 他写了五十个字 我写了四十九个字 他效果一样 那么我这个四十九个字 就是简洁的 比他用的少 这个句子 简洁精彩 漂亮 地道 好 这是一个精彩的句子 这句话 我们看到这 下面作者就凯探了 又加了一句评论 他说了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that skills have to be paid 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他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 技术必须掏钱买 正如商店里买东西 你要掏钱 不是一样的吗 是这么一个 我们把这句型 先分析分析 这个句子主干结构 是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这个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这是句子主干结构 然后后面 that从句呢 一直到句末黄颜色的 咱们可以把它看作 是做前面 such的一个同位语 社会情绪是这样 是哪样的呢 展开说明这个情况 是怎样的呢 就技术啊 必须要掏钱买 然后这个 in the same way 一直到句末 写体字 从in开始到句末 那明显是个方式壮语了 就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借此端一当方式壮语 那么正如是什么呢 后面画横线的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这明显是个定义从具 修饰先行自卫 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呢 你商店里买东西 你要付款是这个方式吧 别人给你服务 帮你修下之道 你也要掏钱 是一样的 这等于是画横线的部分 是牵套在这个方式壮语 就是借词短语 这方式壮语 内部的一个定义从具 修饰其中的位 这个词就好了 好 这是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以前说过 有的时候 咱们可以进一步 加强语气 我强调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我强调一下这个such 怎么强调呢 我们说了 把它放到具手嘛 具手是关键的地方嘛 但是我们以前讲 部分道桩说过 so 还有such 这样的词放到具手 后面要出现部分道桩 就是诸动词 必动词 情态动词 放到主语前面去 什么道桩 such are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at 把such放到具手 后面不要用道桩 而放到前面去就好了 就社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强调我们在第四课就讲过了 复习吧 二十六页第四行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展开说明 很多人愿意放弃高收入 为了换取成为白领工人 这个特权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如果正常语句呢 Human nature is such that 跟本文中就类似了 好 这个是这个特殊的强调 在这个道桩情况 咱们说过 那么本文中还有后面 in the same way that 正如商品 你要买东西要付账 是一样的 这个that 这个关系副词 我必须解释一下 我们注意先行词 如果是way 就是the same way 或者the way 做先行词 那后面的定义 从具修饰的时候呢 一般有好几个形式 第一个 可以用最庄严的in which 这个which在这 当然是关系代词 只带这个way 因为它是跟这次in搭配 所以in的way嘛 叫in which 或者干脆用 关系副词 that 注意本文中关系副词 不是关系代词了 为什么 因为它相当于in which that 这个that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是关系副词 因为它的剧中 不当主语或谬语或表语 关系副词 还有的时候 什么也不加 in the same way goes have paid for at a shop 有的是省略 这个关系副词也行 都是正确的 the way 表示方式 做先行词 in which 最正式 that 和什么都不加 稍微通俗一些 都可以 咱们直接就背下来了 in the same way that 叫正如 直接背下来就好了 固定搭配 讲要把结构讲清 事实上把句式结构记住之后 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拿过来 老外的写文章 一般在很熟的地方 就不用想语法了 为什么呢 我们照着写 连语法 带句法 词汇 搭配 都在里边了 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 能不能把它复述一遍 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什么呢 技术不得不被掏钱支付买 正如我们在商店里 商品买的时候 要掏钱是一样的 咱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展开说是怎么样呢 that 后面呢 技术必须掏钱买 skills how to be paid for 正如 in the same way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不带中断的 连起来 连贯的再说一遍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that skills have to be paid 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类似造过句子 学校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优等生受到尊敬 正如社会上成功者 受人敬仰一样 你不能说视力言吗 大家都喜欢好学生 学校情况就是这样 优等生叫门门功课 都得A的学生 叫A students 门门功课都得A 受到尊敬 叫are respected 被尊敬吗 正如叫in the same way that 社会上成功成功者 可叫achievers 取得成就的人 成功者 受人敬仰一样 esteem 这是为了跟前面的respect 避免重复 咱们刚才讲了这两次 做动词都表示尊敬的意思 名词呢 自尊心 self-respect self-esteem 对吧 咱们看看怎么说 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 the conditions of schools are such 那那那 that 那么A students 受尊敬 are respected 正如in the same way that 那么成功者 achievers are esteemed 受尊敬在哪 in the society 在社会上 这句都出来了 你看 the conditions of so schools are as schools are such that A students are respected in the same way that achievers are esteemed in the society 是一样的 你看那个 are respected are esteemed 动词还做了一个替换 避免了重复现象 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精彩的 一个好句子 当然我们看到 本文中出现一个 in the same way that 这个正如 建议大家把它背下来 但是光辉的一个正如 我们写作中 搞不好会重复 咱们能不能多给几个 正如 还有其他的一些表达 我们先看一些 比较简单的 和什么什么一样 正如什么那样 这个just as 也有正如什么什么 as引导方式 壮业重句 前面再加个just 就正像什么什么那样 本文中可以替换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that skilled have to be paid for just as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对吧 这个时候 直接just引导一个方式 壮业重句 正像什么什么那样 也通顺 也好 还有一个 我们以前讲过的 说两个东西都一样 地如何如何 穷人和富人 都一样地喜欢他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个副词叫alike alike 这是一个副词 可以表着一样地如何 咱们复习 106页第10行 He was adored by rich and poor alike 穷人和富人 都这么一样地喜欢他 这个也是类似 富人是这样喜欢他 正如穷人 有这么喜欢他一样 跟他表达类似 只不过用的场景呢 注意 他一般放在 后置 一般后置叫一样地如何 也是表示一样 还有呢 我们再看这个 生活中常考的 咱们做个总结 还有一个叫半斤八两 这个和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和那个差不太多 就6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这多少接 这边是六个 那边是半达 这不都一样吗 一达是十二个 半达还是六个 就类似诸文中的半斤八两 我们再读一下 6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再来一遍 6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这个比较通俗 是固定习语的 叫半斤八两 那么6 one和 Half a dozen是一样的 6个就是半达 半斤呢 就是八两 半斤怎么会八两呢 古代的时候 秤是老秤 老秤一斤是16两 16两一斤 那半斤 不就是八两吗 是从这来的 这个结构用的也特别多 咱们听一道当年的托福 听起真题 他问这男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跟一个选哪一个 这两个东西半斤八两 咱们看选哪一个 证据答应应该选 第一选项 it doesn't matter which class the woman takes 这个女的选哪门课都差不太多 为什么两个一样呗 半斤八两呗都可以 我们看为什么选地 把原文中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第一个女的说 哎呀我今年呢 不知道的这个学期啊 不知道是选人类学 还是地质学 Anthropology 人类学 Geology地质学 第二个男的说 It's six one and a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这是半斤八两嘛 什么意思呢 两个一样 差不太多 选哪个都行 言下之意呢 什么意思呢 It doesn't matter which class the woman takes 这个女的选哪门课 这并不重要 两个一样 选哪个都行 两个一样 半斤八两 也是叫一样地 这个类似表达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稍微文气一点的 叫相当于什么什么 与什么什么相当 叫做bequivalent to 也是跟相似 类似 这个搭配相 叫相当于什么什么 我们把中心形容词读下 equivalent 这个后面一般可以加其次2 与什么什么相当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The volcanic eruption has an explosive power equivalent to 20,000 tons of TNT Volcanic eruption 就火山爆发 Volcanic 来自volcano 火山 这个火山爆发 有一个爆炸力 什么爆炸力呢 后制定于相当于 两万吨曲的TNT 烈性炸药 是不是相当于which are equivalent to 那个which are被去掉了 只剩下equivalent to 相当于什么什么 这个结构也可以去 和什么什么相当 跟那个一样 类似 好 还有一个表示跟什么什么很像 咱们也是看一些 比较文气的书面语吧 像什么什么 叫bear a resemblance to 跟什么什么很类似 这个到了第四册 后面就会碰到了 我们先把中心这个类似 这个名词读一下 resemblance resemblance 这个搭配叫bear a resemblance to 这个bear就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相似之处 跟什么什么像 比如说Tina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her mother Tina跟她妈妈特别的像 这个striking叫醒目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你看这母女 两个人跟一个模子 抠出来的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Tina跟她妈妈特别像 当然这个不见得只长相了 其他方面类似也行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beer gaits beer gaits 给年轻人的十条生活准则 其中有最长的最后一条 是怎么说的 你看咱们比较长 咱们先分两步 先看第一步 他说 Your schools may have done away with winners and losers but life has not 你的学校里边 可能已经do away with 我问大家是什么意思 你看很多同学背了很多单词 但不被习语 do away with 可以表示 abolish 废除的意思 废除了 不再用了 你的学校可能废除了 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 也就废除了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差别 就是大家都一样 成绩没有高下之分 就没有说有不计格的 有溜辑的 大家可能都 到最后都皆大欢喜 但是生活和没有 生活中你是个loser 就是个loser 生活是残酷的 我们接着说了 In some schools they have abolished feeling grades 在有些学校里面 他们已经废除了 不及格的成绩 你看了吗 abolish 就是上一句话中的 do away with 我们看到 比尔盖茨写文章也知道 必须替换 这明显替换了 他们废除了不及格的成绩 They've given you as many time at any as you want to get the right answer 他们会给你 你想要多少次 就多少次的机会 来得到正确的答案 学校有些小学里面 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尊心 这个数是对的 小学可能考完试之后 都不排名了 有学生问 老师我的同桌考多少分 老师不能说的 这个保密的 保护孩子自尊心 甚至你错一次没关系 你看像小学一年级考数学 期末考是老师的一错 宝贝 来老师问你 答对了就100分 一加一得几 老师一加一得四 不对吧 再想想一加一得几 老师一加一得三 再想想一加一得二 好 100分 你走吧 下一个同学 老师问你 一加一得几 老师一加一得100万 你们先回去吧 这就等会了 但到最后一看 都是100分 这个是对的 培养小孩的兴趣 你看后面 This doesn't bear the slightest resemblance to anything in real life 这怎么样 这和现实生物上的任何事儿 一丁点都不像 slide叫轻微的吧 slide叫最微弱的 连最微弱的相似之处都没有 一点也不像 这是跟什么什么类似 bear a resemblance to 这个表达顺便可以记住 好 再回到段落中 最后一句 Everyone has something to sell 每一个人都有东西来卖 这明显是段落总结句 这个段落总结句 你发现了吗 刚好照应了 这个段落的断首句 最后一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有东西来卖 刚好对应断首句 据说 每一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刚好是个总分总的结构 我们看这个大概 段落内部的这个层次 首先有个topic sentence 就是主题句 就是统领整个段落的句子 据说每个人都靠卖东西为生 下面呢 有一大堆的supporting sentences 就是扩展句 展开说明主题句 扩展句里面 可能会有论证和论句 咱们一会论证 用协定字 论句用带下话线的 论证和论句都是扩展 然后最后呢 为了怕读者忘了 尤其在段落比较长的时候 往往在最后加一个总结句 总结句不一定有 什么是加总结句 段落太长了 怕读者把段首句忘了 最后总结一下 像本段就信息量比较大 最后总结一下 总结句必须跟主题句 穿一条头裤子 你看本文中就有这个特征 咱们如果看不清楚 咱看着书就行 好 你看整个一个 超级长的一个段落 但是你发现 句句话之间 都得达到coherent 就上下文从逻辑上 必须相勾连 逻辑上相勾连 整个第一句话说 是断手句 据说每个人靠卖东西维生 然后第二句话呢 这明显是个论句 举例子了 什么老师啊 什么哲学家呀 什么牧师啊 这个屏幕呢比较小 大家如果看不清 看书 看书也行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是不是相勾连 在哪个地方 每个人靠卖东西维生 第二句话呢 建于这种说法 这个这种说法 是不是就是第一句话中的 每个人靠卖知识维生 一句二句之间 连到一块的 从逻辑相连 然后第三句话呢 是论证 论句出完之后 协定词是论证 尽管 it know the maybe 尽管呢 这个要衡量物质上面价格 是可能的 但要推算人们 我们提供的服务的价格 就极极困难的 你看二三句话 也是相邻的 为什么 第二句话中说 老师卖知识维生 哲学家卖知识维生 牧师神父 为我们提供精神安慰 这都是 不是卖商品的 是卖服务啊 是不是刚好照应 第三句话中的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人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 二三句话之间 逻辑相连 再看第四句 又回论证了 举了医生 外科医生救命 使我们不愿给钱 这么一个例子 又是论证下面加论句 三四句话之间 也是相邻的 为什么呢 第三句说 要评估人们 为我们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是极其困难的 刚好照应第四句中的 我们到了医生 到了外科医生 给我们救命的时候 我们却练习诊肺 是不是刚好照应 上一句话中的 就评估服务价 是非常困难的 这句话和这句话 又相邻 再看下面 在下面一句话中 又来了论证 他说 社会情况就是这样的 服务是必须套钱的 正如 你这个技术要掏钱的 正如 您这个买东西要掏钱 是一样的 这句话和上一句话中 也相连 为什么呢 上一句话中 付给外科医生 一笔高额的诊费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 下句话中的技术 必须掏钱来买的 外科医生用的就是技术 最后一句话 刚好跟段手句相连 每个人都靠卖东西卫生 段手句说 每个人都用东西来卖 段手句说 每个人都是靠卖东西卫生的 整个段落浑然一体 而这句句话之间都相连 第一段是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而且逻辑非常从内部自洽的 这么一个非常圆满的段落 好 第一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第二段呢 就具体举了流浪汉 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我们第一段跟老师先学习到这儿